哇!很有視覺效果 鮭魚肚 鮭魚軟 然後他說這個是菸仔骨 櫻瓜蝦炒飯非常好吃 重點是它的飯都是粒粒分明的 150塊 CP值什麼缸 超飽滿的 你們看 它的蛤蜊咬開來會爆汁 扛牠 狂若 嗨 大家好是小蜊妮 今天我要跟仔仔去宜蘭的投城約會 我們要去一日游 那現在的時間是快要11點了 那過去宜蘭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所以我們待會打算到宜蘭的時候 我們要先去吃海鮮 聽說那些海鮮非常的讚喔 那我們出發囉 GoGo 仔仔我們出發囉 跟大家說 GoGo 掰掰 海鮮店你想吃什麼 還有人有推薦那個 櫻花蝦炒飯喔 聽說很好吃 我們也點一份來一起吃到它 一份不要辣 一份不要辣 OK沒問題 嗨大家好 我們今天抵達小豪海鮮的門口了 然後它這邊店家還蠻貼心的 就是店前面有提供很多停車位給大家停 大約有13個左右吧 然後我們剛剛很幸運的 停到最後一個車位喔 對 然後現在時間是12點整 然後我們剛剛有先去後衛了一下 然後店家說大約要等半小時左右 其實已經比我預期的還要短了 所以我們就在門口燒帶片刻啦 然後待會兒帶仔仔先去參觀裡面的那些 龍蝦還有貝類 都在那個魚缸裡面活的 媽媽 那那個應該不會抓來吃吧 那些就是要抓來吃的 媽媽 你不要 捨不得 我要吃飯 那你待會兒要點生魚片嗎 不要齁 好 不要 不要點 為什麼 為什麼不要點生魚片 以後都不要點生魚片了 那些什麼都沒有動 他們在睡覺啊 我這有在動耶 轉的好快喔 嗯 如果他們也不會動 這個是他們的菜單 價位給大家參考一下 幫我做最前面第一桌 好 好 來走吧 最前面第一桌 這裡 去吧 這邊 來 等一下會送來 來你先就座 他給燒等一下齁 好 謝謝 這個 這剩下什麼圖案的 你看 喜歡嗎 喜歡 乾杯 要一口圖案 這是我們點的生魚片 哇 很有視覺效果 哇沙咪 對 哇沙咪 然後這是鮭魚肚 鮭魚碗 然後他說這個是菸仔虎 然後還有附上這個 那個百香冬瓜 是熟的 這後面還有長得生魚片耶 這一桌250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耶 擺盤很精緻喔 這個嗎 對 你要醬油嗎 要 可是整個都要做哇沙咪喔 好 要來吃一下生魚片囉 好期待喔 我要吃這個鮭魚肚 我要吃這個鮭魚肚 鮭魚肚 感覺超讚 超讚 嗯 鮭魚肚裡面就是汁耶 鮭魚肚 很好吃的 我剛剛吃的鮭魚肚 這種肉其實還滿好吃的 燙魚肚 然後我就不要點生魚片了 這兔肉其實還滿好吃的 這不會一樣 這種肉其實還滿好吃的 被哇沙咪嗆到了 哭哭 我們要先把生魚片吃完 生魚片要更新鮮的時候吃 冰腿 好吃 烂了 烂了 接下來要吃一下他們的櫻花蝦炒飯 網友非常推薦 他的飯裡我有看到 除了蝦米還有一些火腿 蔥還有蛋 感覺是非常多 我不要吃蔥 我吃 聞起來超香的 我吃完了 啊 他的櫻花蝦炒飯非常好吃 重點是他的飯 都是粒粒分母的 而且他裡面除了炒櫻花蝦 我第一次看到他還有炒火腿 所以裡面整體的香氣 其實就很足夠 然後裡面有一些蔬菜啊 蔥啊紅蘿蔔 就是有點算是點綴 這盤看起來很漂亮 非常好吃 五顆星 給他五顆星 給你五顆星 五顆星 給媽媽五顆星 觀眾你知道 什麼是麻飯嗎 什麼是麻飯 一百五十塊 然後CP值什麼鋼 等一下再醬 關注 掰掰 我來幫你設計耶 媽這蛤蜊超多 裡面還有薑耶 嗯 我不想要吃薑 好啦我吃就好 你吃蛤蜊肉就好 他的蛤蜊肉超飽滿的 你們看 有拍到嗎 有 很肥耶 嗯 他的蛤蜊超好吃的 他的蛤蜊咬開來會爆汁 那我吃吃看 好不要 所以我要吃吃看他的蛤蜊肉 是不是會爆汁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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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香喔 好香喔 我們今天總共點了三道菜 第一道是 第一道是 第一道什麼 壽司 第二道是 那個什麼 蝦炒飯 什麼飯 蝦炒飯 櫻花蝦炒飯 然後第三道是 然後第三道是蛤蜊湯 對 那我們這三道啊 其實分量我覺得都還蠻足的 像那個櫻花蝦炒飯啊 我覺得那分量大約是二到三人份 大約兩人份啦 兩個大人左右 對 所以其實分量還蠻足夠 蛤蜊湯 他一碗價格是180 但他也是一大缸這樣子 總之我們這三道整體吃下來 吃完的金額是580 所以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然後不會另加服務費 所以推推喔 是一間會在訪的店 讚 妳喜不喜歡小好海鮮 我覺得 還 蠻不錯的啦 那下次有機會還會想再來吃嗎 好會 好我們現在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叫做什麼 不知道 蘭洋卸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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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那邊是要可以 掉妝 掉蝦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出發囉 GOGO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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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